那32宗個案裏面有4宗是輸入性個案 另外那28宗個案就是有6宗暫時找不到源頭的個案 另外22宗是跟其他個案相關的個案 包括一宗是三跑的工作人員 他是檢驗中心確診的個案 那6宗暫時找不到源頭的個案 住的大廈分別為橡山村瘦山樓 中西區的地理根德里的世紀大廈二座 尤尖旺的文英樓 福榮街的行安樓 慈雲山慈政村的正和樓 和翠玲花園的六座 另外昨晚在衛里大廈封大廈做檢測 都找到一些初步陽性個案 在這三個初步陽性個案裡 有一位學生 他跟之前的個案 雖然都是同一個單位的 同一個座向的單位 但是都是同一間學校的 就在沙基灣觀樂中學的六年級 即是 Form 6 他們在二月頭 即一月尾二月頭 連續幾天都有回學校考試 這兩個學生就不是很認識對方 知道對方存在 但就不是直接接觸 但是大家就在同一個禮堂 就考試幾天的 都不是坐得近的 我們都擔心 因為他們兩個都在傳染期 就一直都有考試 雖然他們的病徵輕微 都有傳播的風險 還有大家都可能會共用一些設施 例如洗手間 所以他們同一個禮堂的所有學生 大概八三度 加上清潔員工 或者老師 都當作密切接觸者 因為已經有兩個個案 就需要送進去中心檢疫 我們都會安排的 另外其他班的學生 因為都在同一間學校 我們都不知道是否真的會有傳播 所以在這間學校的全體的學生 加上一些教職員 都需要接受強制檢測 即是一個檢測令 另外他們的學生 因為我們都送到檢疫中心的學生 他們的家人都是緊密接觸者 他們的家人都需要接受強制檢測 去找個家人 在一起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